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此之中我们也应当多多了解一些佩戴禁忌 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人生运势 接下来大佬就具体给大家说说 关于佛像的佩戴禁忌 一 佩戴佛像的禁忌 一 挤三心二意 由于每个佛像都有着对应的神灵保佑 所以当我们在脖子上佩戴的时候 一定要心意虔诚 切记三心二意 因为佛祖知晓我们的内心所想 所以如果我们过于功利或者三心二意的话 只会对其产生冲撞 从而使得自身运势受损严重 并且还会进一步折损我们原本的人生运势 二 即可碰 自古以来民间便有欲佛挡灾的说法 所以当我们在佩戴欲佛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呵护 以免发生碰撞 从而使得自身的运势受损 但是如果脖子上的欲佛像 突然间自己碎裂的话 那么就说明其事在为我们挡灾 这是我们一定要及时引起警惕 并且把其好好珍藏 切记随意丢弃 三 即五行相克 民间最为常见的佛像挂石 便是欲佛和金佛 但是由于这二者也有着相对应的五行属性 所以当我们在选择佩戴时 也一定要多加注意 其中欲是五行属土 而金是五行属金 因此对这两种五行属性产生相克情况的人 一定要及时规避 以免一次使得自身运势受到折损 四 即经常取代 正所谓君子无故 欲不去身 所以当我们在脖子上佩戴欲佛像的时候 一定要时刻谨记不要经常取代 因为这样会使得佛像认为我们为人较为轻浮 难有定性 因此自然不会对我们加以保护 而且如果不及时化解的话 还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人生运势 可谓是得不偿失 五 技术向相冲 从生效运势的角度看来 当牛 羊 马这三个属相的人在选择佛像进行佩戴的时候 一定要谨记不要选择欲试 而是应当选择金是 因为欲佛不但不能够提升其人生运势 而且还会对其产生折损 从而使之生活坎坷 波折不断 但是经佛像则会逐渐催忘其自身的财运 促使其生活美满 家云横通 六 睡觉以及洗澡的时候摘下来 对于女人来说 在睡觉时或者洗澡的时候 都需要将佛摘下来 这样才是对佛祖的尊重和恭敬 毕竟睡觉和洗澡是比较私人的事情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带着佛的话 是对佛的不敬 应该摘下来放置好 七 能被人处摸 佩戴的佛不能在别人面前显摆 或者是随意让人处摸 因为佛是非常有灵性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佛只能远观 不能近距离接触 如果随意让人乱摸乱碰 那么就是对佛祖的不尊重 因此就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甚至还会给主人带来一些灾难 所以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佩戴佛的时候一定要怀有尊重之心 不能让人随意出摸 八 男左女右 如果将佛制成手链佩戴在手腕处的话 一定要遵从男左女右的原则 意思就是男人要将佛的手链佩戴在左手 而女人要将手链佩戴在右手 这样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和效果 如果佩戴错误的话 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和谐的磁场 从而影响到主人的运势 九 不能送给别人 很多人会将自己佩戴过的饰品送给别人 但是对于佛这种风水吉祥物来说 是最忌讳转赠别人的 尤其自己佩戴过的佛 更不能随意地送给他人 哪怕对方是亲密的至亲 也绝对不可以 因为在佩戴了一段时间之后 佛就会与主人的运势息息相关 如果将自己佩戴的佛送给别人 那么也就意味着将自己的好运送给了对方 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 二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戴佛像 一 肉食加工从业者 众所周知 佛慈悲为怀 欣喜天下苍生 不会存有任何杀念 如果是肉食加工行业的从业者 或者是每天需要杀生的厨师 鱼贩子等等 这类女性都不适合戴佛 否则自身的血腥气息 会侵蚀到佛饰品 甚至还会造成反噬 会给自己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以尽量不要戴佛 可以考虑其他合适的饰品 值得提醒的是 即便是适合戴佛的女性 也要了解其中的一些禁忌 否则也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举例来说 洗澡或是上厕所的时候 最好能够将其摘下 以免被污秽的气体清洗到 还为了表示自己的尊重 另外佛饰品平日里 要妥善打理和保管 不能将其弄丢或是弄碎 也不要随意向外人炫耀或是展示 否则都会引发不好的后果 不容小觑 二 洗浴按摩行业从业者 从事洗浴按摩行业的女性 可能需要经常接触到光罗的肉体 或者是提供捏脚等服务 虽说行业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 只要老是本分工作 都值得尊重 但这里女性确实不太适合戴佛 毕竟佛讲究四大皆空 而且要远离肉与和美色 如果佩戴佛的话 会影响到自己的气场和运势 与佛饰品散发出来的气场相冲 还会惹来很多倒霉的事情 这点务必要注意 另外值得提醒的是 广大女性在戴佛的时候 如果时间长了 已经产生了厌倦之情 想要换换别的饰品佩戴 那么一定要将自己的佛饰品 放在家中妥善保管 千万不要随处乱扔 如果是新婚小夫妻的话 晚上睡觉之时 尽量不要戴佛 以免亵渎到神明 所谓心术不正的女性 其实分特别多种类 只要那些心态平和 善良单纯的女性 才适合戴佛 如果是嫉妒心和攀比心特别强 看不得人家过得好的女性 就不太适合戴佛 还有新年小 抱负心强 遇到小事斤斤计较的女性 也要远离佛饰品 还有一种已经非常可怕了 就是自私自利的女性 不管什么时候 总将自己放在首位 为了自己的利益 甚至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位女性如果戴佛的话 不但不会有好运 甚至还会让自己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中 千万要小心 如果打算戴佛的话 务必要通过正规专业渠道购买 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否则即便天天贴身佩戴 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 戴佛的同时 还要心存善念 或者是多去寺庙烧香拜佛 这样才能催旺自身综合运势 四 在医院工作的女人 在医院工作或者是经常参加葬礼的女人 也不要佩戴佛 因为这种女人经常接触负能量 而佛祖给人们带来的感觉 是比较积极向上的 如果在这些场合的女人佩戴佛的话 就会产生一种不和谐的磁场 也会对自己的发展非常不利 三 不同的佛像不同的风水作用 一 弥勒佛 弥勒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以及玉石雕刻上都最常见的佛像之一 弥勒佛大幅偏偏 总是笑盈盈地给人一种慈善感 而更贵在它象征着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 笑口常开 寓教于乐 能启迪人们的心灵 故常待这种佛像玉石的人 寓意着面对任何事情 都能像弥勒一样 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 笑口常开 延年益寿 二 十八罗汉 我们所熟知的活佛技工 就是十八罗汉中的降龙罗汉 他成了阳善 福威济平 深受人们的爱戴 因为十八罗汉神通广大 又有金刚不坏之身 不长期佩戴这种玉牌 可以帮助佩戴之人消灾避难 逢凶化吉 三 佛祖 也就是释迦摩尼 佛教中的领军人物 他在菩提树下 顿悟出人生哲理 想通了摆脱人间痛苦的真理 佛祖以慈悲为怀 对深受苦难的人抱以同情 施以援手 宽容的心性 寄予犯错之人 改过自新的机会 长期佩戴此类欲佛 寓意让人学会宽容大度 平和谦让 一心向善 还可以为人驱邪必在 保佑平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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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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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